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现在这个市场乱象丛生 由于缺少正确的文化引导 在一些不良商家的逐利意识主导下 整个建展的收藏方向都被带骗了 海岚外许多新玩家新藏友进来后 接触和收藏的不是建展的文化收藏品 而是一些文化垃圾 商业垃圾 要认清这个问题 必须从建展收藏的本质入手 那建展收藏的本质是什么 是一种文化 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 一种融会了工匠精神 生活品味 艺术素养 审美格料 灵性修养和个性追求的无上文化 所谓无上文化 那就是文化的最高级 没有比它更高级的文化了 而中国宋朝的皇帝 宋徽宗 正是人类无上文化的代表和华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绝大部分人 尤其是海外常有应该不知道这是什么 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宋徽宗的花牙 黑字 黑色部分 什么是花牙 简单理解就是一种签字 一种个性化的艺术签字 黑色的花牙与红色的印章 体现的就是宋代的极简美学意语 宋徽宗在他的《茶文化专注》 《大观察论》中 评价简展是这样说 展色贵清黑 欲好调打为上 很多人呢 对调打的理解并不清晰 看着这个花牙 我们再来看看简展的兔豪文 是不是更能体会出 调打所包含的意愿呢 再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 大部分中国人一看就知道 没错 那就是意境中的挂象 这一条条线段所表达的 是调打的另一层内涵 中文字幕筹进展是调整的 下廁文字幕筹进展是调整的 中文字幕筹进展是调整的 很重要的 内二组七央 尤为白川下一站的 在资金山内涵 中文字幕筹进展是调整的 面团会 高兴刻建设 中文字幕筹进展是调整的 一趟 刚兰医 虚不是 在优优形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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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